香港昨晚发生了地铁列车纵火事件 导致了18人受伤入院 引发人们关注这个课题 我国陆路交通管理局就本地地铁防火安全设备 回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地铁具备防止火势蔓延的装置 也定期检测地铁业者的紧急应对措施 本地地铁系统也曾发生过火焕 在2013年距离纽顿地铁站不远的隧道里 因为电缆短路引起火患 虽然这类事故在本地地铁系统不常见 当局还是采取了严格的防火措施 比如制造地铁车身的材料 可以防止燃油迅速着火 列车内部地板防火 每个车厢具备烟雾探测器和两个灭火器 地下地铁站和隧道里的通风设备 可在发生火患时排出浓烟并输送新鲜空气 当局也提醒发生火患时 搭客应该先通知地铁司机 由司机通知指挥中心 并遵从指示 仅然有序下车 如果在隧道里发现着火或烟雾 地铁业者得马上通知民防部队 并将受影响列车移到最靠近的地铁站 陆路交通管理局也规定 地铁业者必须为员工提供培训 让他们懂得应对紧急状况和确保乘客安全 当局也定期举行演习 测试业者的应对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